兵士 不宜成败论英雄 实话说 对于刺杀这件事 我已经后悔了 此话什么意思 我曹操何许人也 我应该振臂高呼 召集天下的壮士 组建剿贼异军 挽江山于祭道 救苍生于水火 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而这恰恰也是最难做的 可是我呢 我挑了一个容易的 避重就轻拿了一把刀 去刺杀董卓 你看看 我曹操居然堕入刺客者流浪 董卓又是什么人 他不配我去刺杀他 再者说了 就算是董卓死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枭雄 祸国乱世 所以曹操刺董 看上去是大智大悠 实则 辟肤之勇 愚蠢之痴 孟德雄此话令我如梦方形 汉爷 汉爷 我正为你此壮局 敬佩不已之事 已经将它视如草剑了 这也是拜你所赐 我在这间牢房里痛顶思痛 捂出来的 干吗 孟德雄 此去何为 此去何为 归香里发天子诏 召集天下诸侯 新兵讨伐董卓 重整山河再造乾坤 好 陈宫有遗愿 勿请孟德雄允弄 请讲 请准许我随你安前马后 辅助民工共创大营 你可是朝廷命官哪 孟德雄不也是朝廷的一名 萧綦校尉吗 杀贼义 长大业难 一旦把大器举起来 我等随时都有 粉身碎骨的危险 为了乾坤大业 陈宫我不必刀山火海 我再问你 我如今是孤身一人 你的父母 妻子 孩子 他们该怎么办 罢了 陈宫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只当时陈宫从来就没有这些 公太兄 国事无双 一搏云天 曹某 敬佩之志 哪里 陈宫与孟德雄并列于此 就算是国事成双吧 拉你 陈宫与孟德雄并列于此 正公太省被对批多了 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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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使导书与孟德雄并列于。 三Game 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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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兄 臣公告罪了 我要和曹操局役陶贼 共建英雄大业 对不起了 对不起你们 孟德兄啊 由此匪处五百余礼既是平阳的 我听说袁绍已经在平阳起兵了 不错 袁本初是个聪明人哪 在这乱世之中抢先举起了一起 为天下先哪 袁氏家族 明东四海 四世三宫 可以说是明门故旧 遍布天下 袁绍举兵 各地诸侯必然云集 我看咱们不如先投奔一趟 共襄大义 东太兄 我觉得咱们肯定是要去见袁绍的 但是如果现在单枪匹马地去 不会得到重要 而且 而且我觉得袁绍并非明珠 孟德兄啊 此话何意啊 请问 袁绍为何举兵啊 这还用问呢 讨伐董卓 除贼服汗 我再问你 董卓之患又从何而来 这个我知道 先帝忠平末年 君臣浑浑换党善权 以张让为首的石长士 把持朝政 当时何进为了搅逐换党 命令西凉诸侯率兵入京秦王 这才造成了董卓的霍乱 那你知道 招翻入京秦王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吗 这个我倒不知道 正是袁绍 袁绍 是他向何进建议 密令西凉词使董卓引军入京 后头的结果就有目共睹了 燕焕之祸倒是没有了 但是董卓之祸 甚于燕焕之祸十倍 看来这原本处 真是徒有虚名 没有远见着实啊 我再问你了 你知道是谁第一个便反对 招翻入京秦王 又是谁最早就看出董卓之祸 会甚于燕焕之祸 不知道 我曹某 当日 何进和袁绍商议此事 我就在边上 我跟他们说 燕焕之祸古今皆有 但看天子是否贤明 只要有明主在朝 只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派一小力 便可将燕焕复制牢狱 但是招翻入京秦王却问了 因为那是鹰虎驱狼之计 其结果断然是虎患大于狼害 但是何进不听 他认为袁绍四世三公 肯定比我曹操有见识 结果呢 西凉军来了 何进死了 袁绍跑了 东卓祸害后宫 荼毒天下 当初 他们要是听了 他们要是听了